这是反应堆所用到的核燃料 就这么一束燃料棒释放的热量 产生的电力足够一个正常家庭使用100年 刚开采回来的矿会用特殊的酸溶液进行浸泡 这些溶液只会溶解里面的油 留下其他的矿物质起到提纯的效果 紧接着工人会将这些油酸溶液进一步提纯 并放进856度的烤炉中 将原本液态的油酸溶液加工成黑色粉末 因为是特殊物质 所以收集黑色油粉也会用到专用的钢筒 并需要用到钢圈将其彻底密封起来 不过此时的油元素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 变成黄色的三氧化油 所以在进一步加工前 需要将黄色的三氧化油重新溶解在酸性溶液之中 并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将三氧化油重新变成黑色粉末的二氧化油 这也是核燃料所需的化学形式 将其用混合机器将大小颗粒混合均匀后 就可以用拥有几吨压力的压力机 将这些粉末压成一坨坨的圆柱形形形块 此时还需对这些芯块进行高温烘烤 高温烘烤会将芯块中的气体排出 让芯块更加结实紧密 烘烤后的油芯块会被送进装配车间 装配它需要用到特殊的高燃料管 这是一种耐高温耐腐蚀的燃料管 但是同时不影响中子的穿过它与油发生裂变反应 所以将油装进这种管子是个理想的选择 装好之后自动焊接机还会将开口焊接密封起来 此时油燃料棒也就制作完成了 那你知道这种燃料棒一边有多贵吗